安史之乱的爆发,使得唐玄宗丢掉了祖宗几页,仓狂逃出都城长安。 到了马维义,不成想部下又发动了马维之变,让他失去了心爱的女人杨贵妃。 牺牲了杨贵妃虽然换得了暂时的平安,但是玄宗逃亡的道路依然危机四伏。 在之后的出逃岁月里,唐玄宗最终把皇位也丢了。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 是玄宗面对国破家亡的局势,严旧辞职,还是另有隐情? 中央民族大学蒙曼副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《长恨歌之》《长恨悲歌》第六集,玄宗退位。 上集咱们不是讲到同关失守之后,唐玄宗一行就逃往四川吗? 就在逃亡的路上发生了著名的玛威之变。 玛威之变有很多影响,但是当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唐玄宗一行,马上失去前进的方向。 接着往哪走? 本来原定计划是往四川走的,可是那是杨国中确定的方案。 现在杨国中都死了,是不是还要往四川走? 那不同意见立刻就出来了。 有人就讲杨国中谋反,其将力皆在属,不可望。 杨国中是谋反之人,他的部下都在四川的,去那不安全,不能去。 那不能去四川去哪呢? 这时候意见可就多了。 有人说去河西吧,有人说去拢佑,有人说去社坊,有人说去太原,还有人说咱们干脆哪也没去,咱们回长安算了。 那唐玄宗到底想到哪儿去呢? 其实啊,唐玄宗本心还是想到四川去。 为什么呢? 因为尽管杨国中死了,但是四川比较安全可靠,比较物产丰饶,这些优点不会改变的。 他想到那儿去,可是当时不是刚刚发生过政变吗? 唐玄宗比较害怕那些禁军,虽然想去,但是呢,他不敢明说。 那他不敢明说,别人又在那瞎说,这就不好办了,就在那儿犹豫着不走了。 可是追兵就在后头啊,不能老犹豫下去啊。 怎么办呢? 那个叫伟厄的那个小伙子嘛,伟建宿的儿子,就出来打圆场来了。 他说呀,如果现在我们还经的话,应该有御敌的准备,可是现在我们手头就这点兵,回去呢,恐怕是不行的。 那既然决定不了往哪儿走,我建议呢,我们先到福峰去。 到福峰,我们再慢慢的考虑。 福峰是哪儿呢? 福峰就是现在陕西的凤翔了,就在马维义的这个西边。 从这儿呢,既可以北上,也可以南下。 那南下的话,福峰就在入蜀的碧京之道上。 那唐玄宗当然对这个方案比较满意啊,其他人也说不出来什么嘛,因为福峰是四通八达之地啊,接着呢,就准备往福峰走。 其实我们讲伟厄当时提出福峰这个方案,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呢? 他其实还是想要去四川的。 这是一个缓冰之计。 那我们想啊,去福峰,接着入蜀,这个想法对不对呢? 从躲避敌人这个角度来讲,那是一定正确的,因为四川确实安全可靠。 但是如果从打击敌人,还都这个角度来讲,那恐怕就是大错特错。 为什么呀? 我们都知道,输道难难于上青天啊。 啊,敌人固然是不容易打进去,可是如果你去到里边,也就不容易打出来了呀。 那如果那样的话,那样的话,就等于说把中原的大好河山攻守让人了。 这对于唐朝来讲可不是一件好事。 那么事情会不会一直这样发展下去呢? 会不会有任何转机出现呢? 还真的出现转机了? 什么转机呢? 就在唐玄宗一行,打马向西的时候,一群父老乡亲挡在了路上。 不让他们走了。 他们就拦住玄宗讲啊,宫殿陛下家居,领寝陛下坟墓,今舍此欲何之? 说长安城里的宫殿,那是陛下的家呀。 山城周边的陵寝,那是陛下的祖坟啊。 陛下不要家也不要祖坟,您要往哪去啊? 希望皇帝不要走。 啊,那么玄宗会不会听呢? 玄宗啊,我们知道他既然从长安逃出来,就说明他是没有抵抗的信心的。 何况当时刚刚爆发过马威之变,杨贵妃死了,他正是心灰意滥之中。 所以呢,听到父老这些话,虽然很感动,他也啊,这个按着配头啊,待了好一段时间,但是最后还是掉转马头,往西走。 那皇帝留不住了,啊,这些父老怎么办呢? 这些父老啊,又把太子李亨给留住了。 他们讲说至尊既然不肯留下,那我们愿意率领着自己的自己的子弟跟殿下作战。 我们愿意和您一起向东打,然后收复长安。 那如果说殿下您也和至尊一起入属的话,我们这些中原老百姓谁来做主啊? 殿下呀,您留下吧。 说这话的时候呢,老百姓还越聚越多了,最后呢,就聚起了几千个人,就把太子李亨给围住了。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,李亨他是要走呢,还是要留呢?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是讲孝道的吧,父亲要走,儿子呢,就得跟着。 所以啊,这时候李亨就讲,说呢,至尊远貌贤族,无其人朝夕离作用。 我舍不得他呀,再说了,就算是我要留下来,总得跟他知会一声吧。 总得请示一下父皇吧。 说完呢,也拉起马来,就做出一副要去追赶唐玄宗的样子。 那么这些父老,他身边的这些人,会不会让他走啊? 不会呀。 还没等这个李亨的马迈开脚步呢? 李亨的两个儿子,还有他的新父皇子李甫国,就一把把这个马龙头给抓住。 他们就动员李亨,说呀,蜜狐饭却,四海分崩啊。 如果这个时候不顺着人情的话,还谈什么兴富帝业呢? 如今殿下,您如果跟着至尊一块入属,万一敌人稍绝战道的话,可就再也出不来了。 那时候,中原大好河山就等于拱手让人了。 到那个时候,人情也就离散了。 想要聚拢起来,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 如果等到那一天,您再回想起今天,再想时光倒流的话,都是不可能的。 所以呢,我们建议殿下您呢,干脆别走了,留下来,然后呢,把郭子怡,李光碧他们的兵也招回来,把河西的兵也聚拢起来,然后一块跟别人拼命。 那么拼过他了,到那时候,再扫清恭敬,把至尊迎回来,让他来享受这种幸福的生活。 那不是最大的孝顺吗? 您何必一定要跟老百姓那些小儿女学习,整天威依在父母的脚边? 就说了这么一番话。 那么一看太子的两个儿子这样说,这些老百姓呢,也在旁边随声附和呀,是啊,是啊,太子殿下,请您留下来吧。 那么听大伙都这么劝说了,李亨呢,他呀,长叹一声, 说既然大家都一定不要我走,那我也就顺应天意敏心,不走了吧。 太子李亨决定留下来了,那唐玄宗呢? 唐玄宗可还在不远的前方等着太子呢? 他是左等也不来,右等也不来呀,着急呀,就派一个使者去看一看吧,太子怎么还不过来呀? 结果啊,太出去的使者回来告诉唐玄宗了,说太子啊,他被父老留下,他的不准备跟您走。 唐玄宗这时候一听,真是扬天长叹啊,天也,天哪,离开长安城才三天呢,发生多少事了,宰相被杀了,爱飞死了,现在太子也要单飞了。 真是重叛亲礼啊,可是叫天也没有用啊,父子两个人就这样分道养标。 唐玄宗父子分徒是唐史上的一件大事,这最终决定了唐朝未来的发展方向。 然而根据史书记载,这次决定唐朝未来的大事件,却源于一个看起来非常偶然的机缘,父老的挽留。 那么父子分徒的原因,真的如此简单吗? 蒙曼副教授对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见。 那么唐玄宗父子分徒的背后,究竟有着怎样的玄机呢? 我觉得呀,这件事没有史书告诉我们的这么简单,这么温情默默。 事实上我认为,对于这件事,太子李亨是有准备的,甚至可以说这是他策划的。 为什么这样讲? 第一个理由,太子李亨这时候有和唐玄宗分道扬镳的主观愿望。 大家可以想,李亨他是愿意跟着唐玄宗到四川去,还是愿意自己走? 他当然是愿意自己走和唐玄宗分开的。 为什么?李亨当时已经四十五岁了,当太子也当了快二十年。 这二十来年里头,他是没少受唐玄宗的猜忌。 本来打算苦熬到唐玄宗死去,他在接班当皇帝,没想到又爆发了安时之乱。 这现在天下大乱,两经都失手了,变数可就更大了呀。 因为谁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,谁能当皇帝啊? 收复两经,那个人才能当皇帝。 可是如果说他跟着唐玄宗到四川去的话,那还谈什么收复两经啊? 是不是会江山易主都不好说了呀? 所以无论从自己当皇帝这个角度考虑,还是从国家前途命运这个角度考虑, 太子李亨都是不愿意跟唐玄宗走的呀。 这是第一点,他有分的愿望。 第二点,这个父老挽留的时间也比较蹊跷。 大家想啊,唐玄宗必定是皇帝,如果没有特殊变故的话, 就算太子李亨不愿意跟他走,恐怕他也办不到。 可是呢,当时的情况是马为之变发生了, 唐玄宗的权威下降了,这就是一个好机会啊。 我们上集讲过,在马为之变之前, 陈玄礼曾经跟太子李亨打过招呼的。 所以我想在那个时候,太子其实就已经做好和唐玄宗分手的准备了。 那你看父老挽留的时间出现的不早不晚, 恰恰就在马为之变发生之后, 这不是一件耐人选位的事情。 这是第二点,发生的时间比较蹊跷。 第三点,太子李亨对时候有策划父老挽留的这种道德需求。 马为之变之后,唐玄宗权威下降, 固然给太子丹妃一个机会, 但是要想真把这个事情给做圆满, 还要解决一个难题。 什么难题呢? 孝道的难题。 如果不解决这个难题, 以后呢,在人前说起来都是不好听的。 那怎么解决呀? 在这种情况下, 父老挽留就成为非常必要的手段。 因为父老代表什么呀? 代表民心天意。 这可是一个足可以抗衡孝道的这个大豹子了。 所以呢, 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发生啊, 挺有趣的, 父老有没有挽留唐玄宗啊? 也挽留了。 可是感情强烈不强烈呢? 不强烈, 人数也不多。 可是到了挽留太子那, 怎么呼啦啦一下子上来几千人呢? 这意味着什么呀? 这意味着, 这是太子排好的一场戏呀。 这父老就是群众演员啊。 那可能有人要怀疑了, 说太子当时怎么有那么大本事啊, 能召集到这么多群众演员, 他得给人多少钱? 这不是钱的问题啊。 要知道李亨这出戏之所以能够演出成功, 关键是因为当时老百姓确实也希望, 李唐皇室能够留下一个代表人物来率领他们李亨。 所以他们愿意配合李亨。 那这样看来呢, 从李亨的这个做法, 也就算是符合天意民心。 那就这样呢, 太子留下了, 唐玄宗还是按原定计划往福奉走。 不管是基于父老的挽留, 还是太子李亨自己策划的父子分徒, 太子李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, 承担起了挽救大唐王朝的重任。 而此时的唐玄宗已是欺识老翁了, 既无精力, 也无勇气驰骋将场。 再加上爱飞死与飞命, 万念俱灰的唐玄宗别无选择地继续向川鼠进发。 那么这条路他走得顺利吗? 这条路走得也是非常不顺利。 为什么呀? 人心散了呀。 本来马为之变, 唐玄宗权威就有所下降, 现在连太子都跟他分道扬镳了, 这士兵的思想就更混乱了。 一时之间流言四起, 都是抱怨唐玄宗害得他们吃苦头。 而且这个流言就越来越厉害, 眼看着陈玄礼又要控制不住了。 那我们也知道, 这个政变它也是有习惯性的。 既然士兵们在马为之变尝到田头, 难保不再发生第二次政变。 而且更要命的是, 马为之变的时候, 唐玄宗还有杨贵妃给他当替罪羊了。 现在如果发生二次政变的话, 可连替罪羊都没有了。 想到这里唐玄宗也是心都凉了。 怎么办呢? 我们看旧小说经常看到这样的话, 什么天无绝人之路, 或者说吉人自有天相。 反正这样的说法放在唐玄宗身上, 是再合适不过的。 就在唐玄宗非常绝望的时候, 救命的东西来了。 救命的什么东西? 春彩。 春彩是一种丝绸, 从四川进贡过来的丝绸。 我们都知道四川的丝绸质量很好, 所以每年要向朝廷进贡。 虽然当时安史之乱爆发了, 但是唐朝没有灭亡。 所以那年四川照样去进贡了十多万匹春彩, 要运往长安的途中, 先经过这个浮风。 现在已经运到这了。 那唐玄宗一看这批春彩, 眼睛都亮了, 终于想出办法来了。 怎么办呢? 他就把这批春彩给堆到那个院子里了, 然后就把士兵给召集到一块儿, 跟他们讲。 说呀, 我最近几年来呢, 真是唠糊涂了。 我托付非人呢, 这才导致逆胡乱长, 四海分崩。 现在没有办法, 我只好避避他们的锋芒了。 那我也知道, 你们这些人跟着我走的时候, 都走得很仓促, 都没有来得及和你们的父母妻子告别。 能够和我一起走到这儿, 已经是非常辛苦的了。 我对你们感觉很惭愧呀。 那以后的路还非常长呢, 而且呢, 属地的周线呢, 规模也都不大。 我怕他呀, 本来也养活不起咱们这么大队人马。 所以呢, 不如咱们就再次告别吧。 我呢, 带领着我的儿孙自己慢慢往四川走。 你们啊, 这些将士们, 你们就回长安去。 那现在这些春彩呢, 就是我留给你们做路上盘缠用的。 你们回到长安之后, 见到你们的父母妻子, 见到长安城的父老乡亲, 带我向他们问好, 说我呢, 愧对他们。 以后啊, 咱们就各自保重。 说完之后啊, 唐玄宗的眼泪纷纷纷就落下来了, 把这个钱筋都给打湿了。 那我们说, 这叫什么呀? 这是真情流露, 但是这也是煽情表演啊。 这是一出苦情戏啊。 唐玄宗把自己置于弱者的地位上了。 要知道人都是有同情心的嘛, 自古人就会同情弱者。 一看啊, 皇帝陛下都可怜成这个样子了, 本来啊, 那些不满意的士兵, 倒都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。 纷纷就表态, 说呀, 臣等死生从陛下, 不敢有儿。 是死是活, 我们都跟你走。 那这样呢, 玄宗的苦肉计终于成功, 军心稳定下来了。 军心稳定下来了, 以后的路再难走, 也就成了好走了。 就在这一年的七月中旬, 唐玄宗终于度过剑门天险, 就来到了普安郡, 也就是我们今天啊, 所说的四川省的剑阁。 那到了这里头嘛, 这个追兵基本上就不太可能追过来了, 剑门天险嘛, 逃命不成问题了, 唐玄宗的心开始轻松起来了, 也就该开始考虑全国的局势。 那么唐玄宗到底是怎么考虑的呢? 就在七月十六日啊, 在普安郡, 唐玄宗发布了一道非常非常重要的质书。 这个质书也就代表了当时他考虑的大部分内容。 质书都讲什么呢? 两个方面都写。 第一, 这个质书啊, 承认唐玄宗自己要对天下大乱的局面负责。 他说啊, 一阵博德不能守爵位, 一祸海内负资苍生, 适用罪己责功。 什么意思呢? 以前发生这些事, 全都是我的错, 我愿意为此道歉, 为此负责。 这是干嘛呀? 这是在收拾人心啊。 那么第二个内容是什么呢? 第二个内容就是做整体战略部署啊。 宣宗怎么部署啊? 他讲啊, 以太子亨冲天下兵马元帅, 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庐节度都市, 南取长安洛阳。 永王林冲山南东道, 领南前中江南西道节度都市。 圣王齐冲广陵大都督, 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都市。 封王洪冲武威都督, 仍领河西农幼安西北平等路, 节度都市。 我们念了一大串人民, 又念了一大串地名, 什么意思啊? 其实啊, 就是唐玥, 唐玄宗把自己所有能干一点的儿子都给动员起来, 让他们各自领兵打仗, 从各个方向对安路山形成何为之事。 这样做干什么呀? 唐玄宗想的也很明白, 无论最后哪个儿子取胜了, 这天下不还都是他们李家的吗? 这就行了呀。 从唐玄宗所下达的质书可以看出, 唐玄宗终于摆脱了两惊失守和痛失爱飞的阴影, 恢复了元气, 他打算认认真真地履行起皇帝的职责, 遥控儿子们平顶暗时之乱, 恢复大唐王朝的尊严。 可是历史跟他开了一个玩笑, 就在唐玄宗普安下至之前的三天, 太子李恒已经在05登基成帝了,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 我们刚才不是讲太子被父老留下, 说要抵抗吗? 可是他手里就那点兵, 抵抗什么呀? 那也只不过是说说而已, 留下之后他还得跑, 那他爸爸往南跑了, 他往哪跑呢? 商议了一番之后, 太子决定他往北跑, 往朔方跑。 为什么往朔方跑呢? 第一, 太子原来曾经摇领过朔方军决度时, 虽然没去过, 但是毕竟有那么一点历史跃远。 第二, 朔方军兵强马壮, 可以有。 第三, 朔方他的治所就在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的05西南, 这个地方离长安不太远, 是便于指挥战略反共的。 那太子因为这么三个理由, 想要到05去, 想要到朔方军去, 问题是对于这个落难太子朔方军欢迎不欢迎。 朔方军节度使呢, 是一代名将郭子义, 但是他当时领兵在河北打仗, 所以当时朔方军主事的人呢, 是节度使刘后杜宏健。 杜宏健又是何须人呢? 杜宏健是我们以前讲过的开元贤相杜仙的侄子, 那是一个聪明人, 一听说太子已经到了他们朔方军的地界了, 这个杜宏健高兴的都要跳起来了, 其祸可居啊, 我立功的时候到了, 所以赶快派人去迎接太子, 而且把朔方军的兵马啊, 粮草啊这些关键数字写成一张表, 都给太子汇报上去, 什么意思呢? 太子殿下从此05这片地盘, 我们社方军这些人就归临了, 那杜宏健这个行为, 太子也很感动啊, 7月10号他就带领人马来到了朔方, 那么到了05之后, 太子李亨办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? 不是陶贼, 是称帝, 就在7月13日, 天宝十五代的7月13日, 也就是李亨到05的第三天呢, 他就急不可耐的登基成岭, 李亨怎么这么急啊? 这位子还没坐暖呢, 气还没喘匀呢, 怎么不歇两天再当皇帝啊? 当然第一点是当太子二十来年了, 他心里够急的了, 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, 是因为他手下聚集了一批想要名分的人了, 谁想要名分呢? 首先是跟着他一块逃难的这些人, 另外呢, 就是朔方这些迎接他的人, 谁不想当从龙功臣呢? 他们能够跟着太子到05, 或者迎接太子到05, 本来就是想要图一个拥立之功, 然后自己飞黄腾大呀, 现在太子都来了, 这就赶快上吧, 所以呢, 就纷纷劝劲让李恒当皇帝, 那李恒总得推辞, 他说我爸爸明明是皇帝嘛, 我现在不能当皇帝, 那这时候呢, 杜宏建他们就讲了, 说那些将士跟着您来的这些人, 可都是关中人啊, 他们可都是想要回家的呀, 之所以啊, 冒着路途上的风险, 来到这个05这块地方, 还不是因为希望您当皇帝, 他们能立尺寸之功了, 如果说现在您不当皇帝的话, 他们可就要走咯, 要回家咯, 那时候您再想召他们回来, 也是不可能的咯, 所以呀, 殿下为了兴富大祭起见, 为了江山社祭起见, 您还是勉强一下自己, 就从了我们吧, 您就给我们当皇帝吧, 把江山社祭这顶大帽子又拿出来了, 你看杜宏建, 他假装是为那些跟随太子的人考虑, 其实他都是为自己考虑的, 我干嘛接你来呀, 你要不当皇帝, 我接你来, 我有什么意思呀, 那就这样, 反复劝劲五次之后啊, 太子李亨呢, 终于半推半就的答应了, 那就在天宝十五载七月十三日嘛, 李亨登上了这个领五的长楼, 成帝了, 这也就是史书所说的唐诉讼, 就在即位当天, 诉讼李亨大赦天下, 改缘智德, 从此天宝十五载就变成智德缘载了, 那既然皇帝在领五了, 领五就成为全国的这个政治中心了, 那远在四川的唐玄宗怎么办呢, 这点呢, 诉讼可太有经验了, 学习老爸当年对自己爷爷那套不就得了吗, 当年玄宗不是尊瑞宗为太上皇吗, 现在呀, 李亨摇尊玄宗为上皇天帝, 也让他去当太上皇, 那历史真是开了一个玩笑啊, 这边呢, 唐玄宗还在普安这, 命令太子当兵马元帅的, 那边啊, 这个太子已经呢, 让他当太上皇了, 俗话说, 一报还一报, 当年玄宗顺天应人的将父亲捧为太上皇, 如今他也在江河日下的情况下, 被儿子尊为太上皇, 两次太上皇前后囊括了唐玄宗的君主生涯, 那么当听到自己被儿子尊为太上皇的时候, 唐玄宗究竟是怎样的反应呢? 唐玄宗呢, 是在八月一日这天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成都的, 在八月十二日那天呢, 这个太子这边啊, 派来通报情况的使者到了, 使者一到呢, 就向唐玄宗讲了, 这个你儿子呢, 他已经到皇帝了, 现在啊, 我们决定你是太上皇了, 那他说唐玄宗听见这个消息, 他是什么反应啊? 他肯定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呀, 那谁都知道皇权是唯我独尊不容挑战的呀, 谁也不愿意主动放弃权力, 何况这么多年来唐玄宗一直在拼命防范太子抢班夺权呢, 没想到事到如今还是被儿子抢班夺权了, 当年唐玄宗自己就是搞政变起家呀, 把自己老爸推到太上皇的位置上去, 现在天道好环呢, 自己也被儿子给抬到啊, 同样的位置上去, 对于唐玄宗这么一个权力欲旺盛的人来讲, 这不是博大的悲哀, 那心里难过, 不愿意当太上皇, 在现实中他是怎么表现的呀, 人家使者来告诉他来了他什么反应, 自治通鉴记得很清楚啊, 上皇喜约, 我儿应天顺人, 乌父何勇, 我儿子这样做是应天顺人这句话, 我很开心的, 这个非常顺利, 非常迅速的就承认儿子合法性, 不仅口头上承认了, 接下来几天唐玄宗还做了四件大事, 来强化这个意思, 哪四件事呢, 第一件颁布命太子及皇帝位赵, 人家已经即位了, 他再追认一下, 怎么讲呢, 说从今以后, 我的这个赵斥就一律改称为告了, 你们跟我打交道, 也必须要称我为太上皇, 四海之内军国大事都交由皇帝处理了, 等他处理完, 你们再向我通报一声, 通报到什么时候呢, 一旦两经我们都收复, 连通报都不用通报我, 我呀, 把这个权力放给现任皇帝, 这是第一件事, 以诏书的形式承认, 第二件事, 他呢, 还把自己任命的几个宰相, 向伟建宿他们, 都给打发到零五去, 什么意思呢, 我这不另立中央, 我不保留任何政治班底, 第三件事, 把象征皇帝身份的传国宝, 也给宿总送去, 第四件事, 他本来在普安, 不是说让几个儿子, 各个领兵打仗吗, 现在说呀, 那个命令取消了, 这几个接受他任命的儿子们, 赶快都到零五, 都到皇帝那去报道去, 一句话, 唐玄宗呢, 没有表示任何意义, 非常顺畅的, 就接受了儿子给他的安排, 当上太上皇, 那大家可能就要不明白了, 感情上那么不愿意, 为什么实际还要这样做, 我想啊, 除了因为他们父子两个人在地理上, 天选地革很难遥控之外,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理由, 什么理由呢, 就是唐玄宗他必定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, 而不是一个政客, 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在哪, 就看一看他把国家利益放在哪一个位置上, 玄宗爱不爱权力呢, 玄宗固然爱权力, 但是他也知道此刻是国难当头啊, 国家需要一个统一的一个团结的领导, 如果这个时候他在和儿子争夺第一领导权的话, 那么吃亏的只能是国家呀, 所以在国家利益和个人权力之争啊, 发生矛盾的情况下, 唐玄宗是铠然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, 把个人的权力得失放在第二位了, 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, 跟谁比了不起, 跟他爸爸唐瑞宗比就了不起, 当年唐瑞宗也是当太上皇了, 但是不是还试图保留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吗, 搞出两个政治中心来, 最后逼得他儿子唐玄宗发动二次政变, 可是唐玄宗现在他没有这样搞啊, 他是彻彻底底的交权了, 落退啊, 一点都没有拖泥带水啊, 他的这种明智决定了, 就避免了唐朝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, 能够集中精力去大安禄山去了, 这也是唐玄宗为唐朝做的最后一个贡献, 那么当了太上皇嘛, 真正的政务已经就离他而去了, 剩下的大把大把的时间干嘛呀, 就用来反思吧, 唐玄宗都反思出什么结果来了呢, 有两件事挺耐人寻微的, 第一件事啊, 智德元宰也就是756年的10月, 唐玄宗有一次跟啊, 一个叫裴氏烟的集市中啊, 谈起宰相来了, 就谈到姚虫, 说呀, 若姚虫在, 贼不足灭, 毫无疑问, 回想起来啊, 姚虫还是唐玄宗最敬重的一个宰相了, 他们既高瞻远瞩又有实干能力, 当年就是他的这个建言实事, 给开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基调嘛, 也是他的这种实干精神, 让唐玄宗迅速摆脱乱象, 走上正轨, 古人云啊, 国乱思良将, 家贫思贤妻啊, 现在呢, 面对漫目疮夷的河山, 唐玄宗开始怀念起妖宠来, 那既然谈到宰相嘛, 就不免要说到李林甫了, 唐玄宗怎么样评价李林甫, 他讲啊, 既贤度能, 义无敌, 这家伙最擅长既贤度能, 那我们也知道啊, 李林甫是唐玄宗任命时间最长的宰相嘛, 他为了专权故宠, 拼命打击那些比他有本事的人啊, 正因为如此, 唐玄宗身边能够贡献真知灼见的人就越来越少了, 像军事格局, 外众内卿这样的制度, 确实也唐妻得不到纠正, 最后不是才酿成安史之乱这样的大祸吗, 现在栽了一个跟头, 唐玄宗明白了, 这家伙呀, 不吵东西, 那玄宗既然这么说嘛, 裴世言也就忍不住问了一句, 说既知陛下何用之久, 说你既然知道他不行, 你怎么用那么久呢, 唐玄宗啊, 默然不应, 他为什么不说话呀, 因为这个问到他的痛处了, 换句话说, 宰相的素质体现的是皇帝的素质, 唐玄宗立定徒制的时候就能用姚虫, 后来自己昏溃了, 就会用立定府, 责任全在他这儿,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, 这是第一件事, 第二件事啊, 智责二代的三月, 就是转过年来的三月了, 唐玄宗专门派使者到韶州啊, 去祭祀开源显向张九龄, 我们知道张九龄是一贯啊, 反对唐玄宗宠姓边疆的, 当年安禄山犯法被押到洛阳来, 还是张九龄说要按军法处死, 后来唐玄宗网开一面嘛, 张九龄还曾经据礼礼争过, 那时候唐玄宗觉得张九龄太迂腐了, 对他的意见不以为人,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肠子都悔清了呀, 你想啊, 当时如果能听听张九龄的意见, 对于边疆可能引发的问题多加小心的话, 哪会有今天的颠沛琉璃皇位不保啊, 疾风之尽草, 板荡石成尘, 落难至此, 唐玄宗终于醒悟了, 可是呢, 晚了, 那么善宗的当一个好皇帝, 宣宗是没有做到, 现在呢, 他该做太上皇了, 那么他又将面临怎样的结局呢, 请看下集, 请看下集,